我目前的發展就是希望 可能透過不同的角色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生物 基本上都是非人的造型 然後就想說 可以用這些非人的造型 來跳脫出人類的思維 就不會說要用人類的方式去思考 如果我今天變成一座山 一條河或者是一隻蟬 我用不同的方式跟思維 來接受這個世界的感官也好 或者是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說 也是非常豐富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讀書的時候 其實有讀了一些心理學跟神話學 那其實發現就是 每個人其實自己都有一些小怪獸 在自己心裡 是 那不符合世俗規範的 就可以被稱為怪獸 所以我就開始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詮釋一些流行文化上面的 一些怪獸 是 CHA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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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VE